美國總統川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預定在新加坡登場的世紀會談 川金會 目前還存在著變數 但是對模仿藝人來說 不管兩個巨頭碰不碰面 總是有許多的梗可以發揮 川普和金正恩手牽手出現在澳門街頭 不是說要去新加坡開會嗎 後面跟著的還是俄羅斯總統蒲婷 發現國際新聞裡的三大主角出現在身邊 遊客手機拿出來猛拍 川金也很有默契地擺起姿勢 讓遊客也能充當記者 捕捉兩人互毆的鬥去鏡頭 這不是他們頭一次扮演川金 二月份兩個人就在平昌冬奧會場演出牽手放閃秀 飾演金正恩的霍華當時說 希望以趣味的方式 讓世界看到和平的可能性 將近四十歲的霍華職業是鼓手以及音樂製作人 他生於香港有澳洲籍 早在2013年他就發現自己和金正恩有幾分神似 後來化妝拍照上傳臉書 從此打開知名度 他幫以色列食品公司拍過漢堡廣告 首度在香港曝光時一度引起騷動 至於川普分身是來自於美國六十七歲的丹尼斯 也是音樂人的丹尼斯 覺得他和霍華的牽手秀博德媒體的版面 是讓川金本尊願意見面的原因 在澳門看到兩大巨頭攜手共遊 遊客說雖然是模仿藝人 但如果兩人真的能消米嫌隙 也是美食一裝 澳門之行加入了普廷 模仿的藝人斯拉沃米爾遠從波蘭前來助政 霍華說光是靠模仿金正恩 去年就讓他進賬四萬美元 說到金正恩在北韓穩坐萬年領導的寶座 霍華開心地表示他不愁沒飯吃了 記者張淑芬報導